所以我们在开发产品或者创业的时候 经常有个习气就是放大招 憋大招 闭门造车 一鸣惊人 我经常讲的真正造船的是大海 不是造船师 今天的船长成这个样子 而不是那个样子 有几种船是大海说了算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看见别的样子的船呢 因为那些船都沉了 那些工程师都没饭吃了 我们要避免我们在企业在放大招啊 尤其是特别有使命感的企业 脑外做这种一鸣惊人的事情 我看过一本小书 《世界沉船史》 接近一半的船 沉是在首航 大家想不到吧 第一次我们泰坦尼克市 还有一个叫瓦萨号 去斯德国旅游一定会有那个游项目的 泰坦尼克 我们知道这个故事 我们见不到那个船 它还在海底 瓦萨号是捞起来了 放在那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只走了六百米 它的认知周转率是 你说是一吗 我觉得是零 就是从成功 从浪起这个产品 到获得教训 这个就一次 没有周转的认知 教训呢 那是没有意义的教训 多么痛得领悟 所以我们无循环不认知 要记住啊 我们做生意 你是说百分之一的利息 是高还是低啊 看取决于周转率 是年期啊 还是月期啊 还是周期 还是日期 日期百分之一 还可以 所以创业与产品的认知循环了 我们做创业的时候啊 首先是创意 然后你就打造 创意是你的 而且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创意很显眼 打造是自己关起门来啊 然后成了产品 产品完了之后评测 评测就产生数据 数据就是学习 不管是机器的学习 还是人的学习 其实都是数据 老司机 老中医 其实就是数据多的人 然后再形成第二能的创意 然后再打造 你的循环周期 赚的次数越多 就像那个钱 周转率越快 你赚的就越多 创业不是赚钱 是赚认知 你要是想赚钱 不赚认知 一定是最后赚了钱 你还是得还回去 在这个意义上 我认为一个企业 就是一个特别实验室 我们都说实验室产品 那是不成熟的 我们要做数量一种实验产品 市场也能接纳 市场是可以为你买单的 就是那个最小可惜产品 有缺陷但能用 这个时候 你就拿这个东西 跟用户去对话了 所以 这个是一个特别实验室 这里头其实就是失败 每一个产品都包含这小失败 大家是可以容忍的 一定是这样 我们做人也是这样 小毛病 但是能接受你 你的反馈回来 我改吧 马上将我的认知 又放进了新一代的产品 然后又是打造 然后又是评测 又是数据 又是学习 又形成了新的创意 就不断这样的循环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每一代产品 都是个失败的产品 都是失败了 但不致命的产品 就是那个不受癌症 所以这个亚马逊 他们就强调这个 叫早失败 就失败要趁早 然后呢 是常失败 就要以非致命的失败 为乐高砖 搭建 城堡和建体 你搭出来的产品 不要去躲避失败 失败是你的材料 我们做信息的时候 搞废的牛 废的牛就是喂养牛 那么我们的成功 是一头牛的话 失败 小失败啊 就是草 你要不断地用这个东西 来喂养它 那么成功的质地是什么 这个词啊 学过英语的 我一直是很困惑 这个词啊 Texture 它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般是指一个质地 我们买衣服 第一件事情就是 用手去摸那个东西去啊 就那个质地 要是觉得这个字不好认 就这个字是认的 它是就纺织品 什么意思呢 我们织布的时候 纵向不动的线 叫金线 我们这样的横向的叫尾线 金跟尾这样织 就织出了一皮布出来 我们后来用这个东西做地球的精度啊 纬度啊 金纬 金千纬 纪之财 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矩阵的 就是一个横的 一个重的 我们学的最多的管理工具 你发现没有 基本上都是个矩阵 就什么波斯顿矩阵 还是什么 很多什么重要且紧迫 重要度紧迫 基本上都是一个矩阵 就是两个维度 两个轴产生的 叫失败和成功啊 有一种是并行 一个种是篡形 一个成品 它就是由成和败纺织起来的 金和尾就那么纺织起来的 字体就是这样 我们不要去规避失败 不要逃避失败 它实际上是能够成为你成品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这里头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这个脊椎 长得其实是跟竹子的 竹子是特别了不起的一种植物 同样直径的 它的抗风能力大过好几倍的 那个树 原因呢 它有一个结构 它是一节一节的 我们的脊椎就是这样的 它的支撑力 它两个维度啊 纵向的和横向的 保证它的强韧度 所以呢 这个强韧度它有两种啊 一种是静态的 一种是动态的 竹子和脊椎 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是静态 动态的是沃尔夫定律 很了不起 1860年嘛 提出的这么一个定律 至今 种种的都在验证这个定律啊 其中一个就宇航员 为什么回地面以后 两个月内发生骨折的事情特别多 因为它在失重情况下 骨头的那个硬力减少 那个身体很贼的 你只要不用 它就跟你资源就掉拨了 它就 那个就骨质 它就从你的抽走 如果你这个地方老受力 那个信号就发出 发出以后 那就调动骨质到你这个地方来 它还可以做别的用途嘛 所以这个是一个高级的智能系统 或者说是一个智能合约 它自动执行 不通知你大脑 供给车 事实的就是会响应需求 这就意味着什么东西 比如说你做骨折 骨折了以后做手术 哪怕是很疼 你必须要做功能型断领 你必须要站着 站着这个骨头就感受到压力 它这个就发出信号 我这骨质不够 你赶紧调过来吧 你的骨头就会越来越硬 泰拳的训练 除了练以外 天天有一个功夫就是挨打 就打打打 那个骨头就这边就感受到 要我这个供给不足啊 骨质快多点来吧 所以那个泰拳的运动员 的骨头都特别的硬 好多企业呢 就实际上 由于他们没有经历过这种 脑部精速这种微创伤 没有精速打击 受的那个压 你只要不站着 你这个腿就会 那个骨头就会变细 受到的微创伤少了 坎生脆弹式失败 就会特别多 就像我们的骨头 你一定要用这些打击微创伤 让它发出那个要需求的 那个信号 然后你的身体 它有一个神奇的功能 叫过度补偿机制 网球运动员的哪个手 一定是特别粗 巴蓝舞演员 那个腿 一定是很粗的 它是长时间的这种 用非知名的这种创伤 来不断地发送信号 让引发身体的 机体的过度补偿 非知名它的特点 就是你要用这些认知 只要是认知都包含着谬误 猜想与反驳 科学就是先要猜想 猜想嘛 这不无法验证的 然后就有各种东西来反驳 反驳的时候 你哪些是对的 哪些是错的 我们有一个猜笔游戏 见过吧 有个人就贴在你脸上 一个什么字 一个什么词 然后就问对方 这是什么 问问问问问 问多少次猜出来了 就是说每一次 实际上都是错的 但是呢 每一次都在接近 那个东西 一个要小 要用快 就每一次你要问的问题 要细 不要势头势 用一次压倒的方式 肯定是插入不中的 小与快 创业与产品开发中 叫一步换紧 是什么意思 我们书中原理叫 你多走一步 那个紧就变了 你不要试图去跟那些 你没有经历过的人 去讲一个东西 他听不懂的 你看到的世界 和他看到的世界 完全是不一样的 我们在创业的时候 这个认知的差异 你两个人为什么老争论 主要是因为 你站的这个位置 和他站的那个位置 你们看到的时候 完全是两个东西 但是你们都以为是一个东西 这就会产生争论 所以我们的创业的产品当中 你有些问题 你不到走到那一步 你是根本是看不见的 它不对你显现 所以就是 这个ODA循环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美国的叫 包以德空军中校 他提出的这么一个训练方式 他让他的学生飞行的时候 让他40秒钟 在飞 那就像是围棋让子一样 然后他再起飞上去 一会儿20秒 40秒之后 他就站在有力位置 有力位置就是站在 就是这个飞机在你的后方 他就那个学生就不懂吗 为什么你都是后起飞 你还让了我们的时间 每一次 但是你上来就很快就站到这个位置上 我们处于被挨打的地方 他就跟他学生讲 你们一直怕犯错误 你们要好好的观察 再观察一下再说 就要再观察 而我这个过程 已经做了好几个循环了 第一个阶段呢 叫观察 或者叫夺视 审视夺视的夺视 而不是在飞行 第二个阶段就是调整 Orientation 调整以后就要马上做决断 你还在那儿 还在观察呢 这边已经开始做决断 然后已经付诸行动 付诸行动以后 再观察的东西 交手一次的观察 跟你站在那儿观察 完全是两回事 他已经进入第二个认知循环了 然后几轮下来 我们说的认知周转率 他已经赚到了好多的认知 而你还基本上是零 所以他的学生 他就处于挨打的位置 这个人呢 发明这种训练方式 叫OODA循环 OODA 也叫鲍尼德循环 原来在美军里头 是一个绝密的教材 后来也流出来了 他对我们创业的启示 产品开发的启示 就是你要知道 你只有往前走了 我才能发现问题 站在这地方看到的问题 都不是真问题 这是OODA循环 所以呢 我们就最后就回到了 一个很根本的失败 怎么叫失败 我们讲了这么久啊 失败在我看来 就是分两种 一种是睡眠式失败 一种叫死亡式失败 睡眠 我们民间都有这种说法 大睡如小死 睡眠是一种小型的死亡 死亡是一种大型的睡眠 长眠不醒 睡眠是一种 这种死亡的好处就是 你睡了 好你醒过来 开始新一天的OODA循环 那个死亡呢 就就就就结束了啊 这个下面的这一段话 是麦克白 那个台词啊 他是这样说的 他形容这个睡眠 是叫那日常的死亡 疲劳者的沐浴 受伤心灵的油膏 大自然最丰盛的菜肴 生命盛宴上 首要的滋养 年纪越大 越觉得睡眠 真的是这样 生命盛宴上 首要的滋养 这种小心死亡 死得好吗 很重要 每天要小死得好 第二天你就才能够活得好 这句话是德鲁克说的啊 就是 真正伟大的作品 总有一半是别人看不到的 这是希腊雕塑家 斐迪亚斯 给希腊雅典 做了一个雕塑 结果那个政府赖帐 我们在这儿 只能看到这个正面的 背面的我们看不到 我们就付一半的钱 北地亚斯说 你们看不到 但是我做了 你们看不到 上帝看得到 所以那个 就是德鲁克说 伟大的作品 总有一半是别人看不到的 你付出的努力 那这一半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失败 当你成功的时候 你那一半 失败的那一面 少死的那一面 睡眠的那一面 别人是看不到的 黑夜的品质 决定白皱的品质 我们中国讲的 阴阳作为道 阴总在前头的 阴阳 没有说阳阴的 黑白 没有说白黑的 雌雄 你们发现没有 一绝雌雄 没有说雄雌的 就是反而是这种被动的 静态的东西 是放在手位的 它决定了 动态的 显性的东西 正确的失败 与错误的胜利 我们与其去追逐 错误的胜利 不如去追求正确的失败 或者叫有意义的失败 有很多的成功 其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不仅没有意义 常常是有负意义 它会教会你 很多错误的认知 它会把你送上一个 你自己没有意识到的 一个致命传送带 所以make sense of victory 就是从胜利中 刷住胜利的本质 而不是make nonsense of victory 就是很多的胜利 其实是nonsense 是胡扯 是扯淡 是没有意义的东西 所以那个理财的这句话 他说我们应该像树那样 我们深入黑暗的深度 决定了我们追逐光明的高度 你的根在底下是追逐黑暗的 但你能长多高 那是追逐光明 就是作为我们生命养料的 这个小失败 来滋养了我们的生命 滋养了我们的成功 你只有深入 足够深的黑暗的深度 你才可能获得追逐光明的高度 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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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